空拍看到这景象 铁皮被吹落 像被撕裂下来 大型广告看板东倒西歪 不少车辆被砸中 这是位在高雄三明区顶信街的停车场 旁边一排铁皮屋被吹翻了屋顶 莫及民众忍不住感叹 这好像是战争灾难片 车主陆续过来查看 爱车被砸毁 迷迷貌貌 看傻了眼 铁皮屋是店面有四五家 包括早餐店 饮料店 抓娃娃机店 也有的常年关着当仓库 如今三坨台风一吹全都面目全非 路中还有树木倒塌横在路中央 附近的住户说 台风过境的时候窗户喷水进来 它在十几楼高的住家仿佛会晕船 十三楼就有这样子的感受了 那在更高楼层可能就会更严重 真的有如明天过后的灾难片 台风远离 后续的收拾善后才正要开始 TBS新闻成活义务书评 高雄报道